詞 qué chicos乃 曲 李介雲 meme 詞 曲 李介雄 不离古舊世家 这乃是羞辱痛苦极毫 深爱自主耶稣 为世人被定死 这乃是羞辱为我最爱最宝 故我爱高举狮子抱架 直到在初台前见出眠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此时教科幻公已冠灭 主宝为世自家 乃是人所今世 我却认为是深爱可谷 神爱自主耶稣 离弃天堂融化 被赐富家投向哥哥他 可可可他只是家 虽然漫游血迹 我仍然依此家为眉神 尸泪为战监 尸泪在此保家上 消瘩在此保家上 救主为我舍病 但我宠悟 若我宠悟 使我梦难争 吾我爱高举狮子宝家 直到在竹台前见竹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自十字架可还共一冠冕 故我乐意背负此奇妙的宝家 甘愿首诗人情诗如芒 不知旧主在里 迎接我同身天 永远分享荣福在天家 故我爱高举狮子宝家 直到在竹台前见竹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自十字架可还共一冠冕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自十字架可还共一冠冕 各位收听《诚心时光》的家人们平安 早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向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可恶神的话来充满我们 让神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来到你的面前 照称我们说我们渴慕你的话 主要让你的话来充满我们 主要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 主要以自于我们就可以走在你的心意的里面 主你带领我们 今天一整天都有你自己的引导 谢谢你这样祷告 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列王纪下 十八章十九到三十七节 美言的标题是 当仇敌步步进逼的时候 好 列王纪下十八章的内容 讲到由大国 也就是南国的王西西迦 昨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 我们也认识到西西迦是一位宗教的改革家 他不随从上一代的做法 而是效法他祖先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他清除过去信仰上的错误根基 他拆除一切的偶像 他恢复了正统的信仰 另外他也是一位专心倚靠神的人 因着他信靠神就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 脱离仇敌的侠制 他也攻击非利式人打败外族 西西迦以北国被亚述灭亡为戒禁 他更加的专心倚靠神 他可以说是犹大的一位贤君好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西西迦有两个非常宝贵的特质 第一个是敬畏神 第二个是信靠神 他敬畏神信靠神 他就经历耶和华与他同战 他无论往何处去 尽都亨通 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在各样大小的世上敬畏神吗 我们愿意敬畏神 倚靠神吗 当我们敬畏神 倚靠神的时候 神就保守我们一生远离二世 祸患 在人生的旅程中 我们会有很多的事态 诱惑 但敬畏神信靠神 他就可以保守我们脱离这些 无论我们到哪里都带着神同在的祝福 现在疫情如此的严峻 你有一如往常坚守主日小组吗 还是你现在自己的软弱环境中 已经有渐渐没有来参加主日还有小组了 远离神的诫命 若你是这样的光景 我鼓励你 你要回转 遵守神的诫命 再一次回到神的家中 享受神要给你的丰盛祝福 昨天的经文 十三节到十四节 他这边也说到 他说亚述王西拿激利 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 将成功取 犹大王西西家 差人王拉吉去见亚述王 说我有罪了 求你离开我 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 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 赢指三百他连得 金指三十他连得 我们这边看到 西西家王的妥协退让 让他没有解决问题 他想用金钱外交来维持国家的和平 这是不可能的 人的欲望贪婪是无此境的 一旦得到利益好处 就不可能以这些为满足 反而想要更多 亚述王对这个 银指三百他连得 金指三十他连得 这样的罚款 是无法满足他政治的野心 反而让亚述王有更大的欲望 想要灭绝犹大国 他想要更多的扩张领土 他也要想要成为世界的霸权 家人们我们面对罪 是不是也会采取妥协退让的方式去处理呢 当我们用妥协退让的态度去面对罪 可能我们会享受一时的罪终之乐 这就是仇敌的用意 他先让我们常常填头 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他罪的奴仆 最终我们会走上灭亡之路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到 盗贼来无非要杀害偷窃 杀害毁坏 我来我来了 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就是要来处理我们罪的问题 只要我们认罪悔改 耶稣的宝血洗尽我们 神已经给我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之 可以胜过仇敌 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 可以成为得胜者 不是失败者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十九到三十七节 亚述王用功心为上的心理战术 想要由大国不战投降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十九到二十一节 拉伯杀鸡说 你们去告诉西西家 亚述大王如此说 你所倚靠的 有什么可以仗赖的呢 二十节 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 我看不过是虚化 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 二十一节 看哪 你所倚靠的埃及 是那压伤的伪杖 人若靠这杖 就必赤透他的手 埃及王法老 向一切倚靠他的人 也是这样 从这里我们看到 仇敌的第一个心理战术 就是打击士气 但我们可以仰望我们的 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所以我们怎么样 可以不动摇 拉伯沙基狂傲 自大地说 你们倚靠什么 是打仗的计谋和能力吗 不要忘记 你们是一个战败国 你们靠埃及吗 埃及是压伤的伪杖 能靠吗 埃及的势力 早就已经日渐衰尾了 我劝你们不要自不量力 快快投降吧 仇敌总喜欢控告 我们的过去失败的经验 犯罪的事实来打击我们 让我们活在低自尊 低能力 低信心的里面 这样一来 我们只能在仇敌的掌控之中 悲悲哀哀的过一生 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人生 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 这边说到 神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为义 谁能定他的罪呢 我们在基督里 罪已经得赦免了 下次仇敌来控告我们的过去 你就要告诉他的未来 就是硫磺火湖 是永远的灭亡 所以我们倚靠神 就能施展大能 就能战胜仇敌一切的作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二十二节 你们若对我说 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西西加岂不是将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 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 二十三节 现在你们把档头给我主亚树王 我给你两千匹马 看你们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 二十四节 若不然只能打败我主城 普中最小的军长呢 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 岂没有耶和华的意识吗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这是第二个心理战 叫做挑拨离间 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所以我们不会纵计 接着拉伯沙基说 你们靠耶和华吗 你是把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了 耶和华还会帮助你吗 犹大靠犹大国吗 犹大国这么弱小不堪 根本不是亚树的对手 我们可以来跟你打个赌 我们把两千匹马给你们 你们也找不到两千位优秀的骑士来骑马 我就是派出最小的军官 你们绝对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你们注定要被我们打败 这个对话 这个口气是不是很像大卫与哥利亚的对话的场景 但结果是什么 大卫胜出 恶者的虚张声势 不足与惧怕 接下来仇敌居然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假冒神的心意 他说 现在我们来攻击你们 是耶和华神的意识 他已经吩咐我们要来攻击你们 刚刚这些话术 是仇敌享用挑剥离间的伎俩 来分化我们与神的关系 若我们与神建立良好规律的灵修生活 我们就不会中计 而是可以试破敌人的轨迹 我们心中有神的人是不会被打败的 只会更加深我们对神的依靠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会被骄傲 狂傲 威吓欺骗的言语打败 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神的话 神的话安定在天 最近因为疫情的严峻 我们常听到一些确诊的数字 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就担心害怕 成天提心吊胆的 坐立难安呢 假人们不要忘记了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避你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只要我们大声宣告神的话 让仇敌的恐吓欺骗的言语 从我们心中挪去 我们依靠神就可以平安度日 再来我们来看29到32节 29节王如此说 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 因他们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30节我也不要听西西家 使你们依靠耶和华 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 这尘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31节不要听西西家的话 因亚述王如此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投降我 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的果汁 吃自己井里的水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 与你们本地一样 就是五谷和新酒之地 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 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 西西家劝导你们 说烟花必拯救你们 你们不要听他的话 第三个心理战事 怀柔政策 但主没早晨提醒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能听 像受教者一样 所以我们怎么样 不会上当 从29到32节 拉伯萨基开始威胁 犹大人说 若不投降 你们会遭受长期被围困的痛苦 又强调他们的军力雄厚 你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他们的威胁利诱 主要的目的是呼吁犹大人 要与亚述王和好立约 当他们和好立约的时候 他们就承诺犹大人 可以在其他的地方 建立自己的家园 安享和平 富裕田园生活 随便想都知道 这战败国 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待遇 这根本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国家亡了 我们只能成为亡国奴 面对仇敌这遭怀楼政策 千万不要上当了 今天仇敌也常常用眼花缭乱的现实 来吸引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投资短暂的精神 却看不到永恒的奖赏 最后我们只能哀哭怯 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眼光 得着永恒的生命 再来36到37节 36节 百姓寂寞不言 并不回答一句 因为王臣吩咐说 不要回答他 37节 当下西勒家的儿子家宅 以利亚靖和书记 舍伯纳 并亚撒的儿子四官 约亚 都失裂衣服 来到西西家那里 将拉伯杀鸡的话告诉他 这边我们看到最后百姓 虽然静默不语 但他们心中一定是百感交织 既然王以及效法大卫 除去偶像 专心依靠神 神也一直与他同在 为什么还会落到 这样的艰难 危急的光景呢 和神心意的侍奉 为什么会有这样 会这么的不顺利呢 神为什么不拯救 敬前的百姓呢 耶和华是真神吗 到底有没有神呢 每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这些问题会一次又一次的 考验基督徒 试验我们到底 靠的是神的话 还是别人的教导 还是自己的想象 还是过去的经历 当我们觉得心里乐心爱主 遵循他的旨意的时候 但结果并不是我们预期的 神让我们失望 我们该怎么办呢 雅各书一章二道事节 这边说到 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欠缺 当我们面临苦难试炼的时候 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去面对 就是喜乐 要知道经历这些苦难熬炼 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 更加的成熟老炼 在匿境里 也可以磨炼我们的意志 我们都看到历代以来 那些合神心意的先知 使徒 他们都在 他们都经历苦难试炼之后 成为贵重的器皿 合乎主用 求神给我们胜过环境的喜乐 因为因耶华得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仇敌就是想要来 主啊 摇动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 主啊 失去信心 然后就相信他 主啊 仇敌就是要来 主啊 挑拨礼坚 主啊 让我们 主啊 不相信你爱我们 不相信你会保护我们 主啊 使得主仇敌也常常用这些甜言蜜语来 欺哄我们 主啊 以至于让我们做错决定 主啊 但今天你来 主啊 你的话语安定我们 主啊 让我们不受仇敌的气候 主啊 我们不上仇敌的当 主啊 我们可以坚定倚靠你的话语 主我们就勇敢站立 主啊 使得主 你帮助我们 主啊 常常 主啊 用你的持神爱所引导我们 面对各样的困境难处 主啊 因为我们相信你爱我们 你拣选了我们 主啊 你要给我们一个 主啊 丰盛的人生 主啊 所以我们信靠你就可以坚定站立 主我们谢谢你 今天的经文 主啊 让我们真的有很多的省师 主啊 让我们勇敢靠着你站立的吻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将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妹 阿妹 我有一个感动 在我们当中 神 有些人你有疾病 不舒服的 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你是肠胃 不适的 或者是你的眼睛 酸色 红肿 或者是你的喉咙痛 或者是你有失眠的状况 或者是你现在就不舒服 请你按手 你按手在不舒服的位置 今天神的医治要临到你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 所有按手的部位 主啊 肠胃的不适 眼睛的栓色 红肿 还有喉咙的疼痛 或者有失眠的状况 或者是现在就是身体不舒服的 主啊 我奉耶稣的命令 这些疾病疼痛 要完全的离开 完完全全的离开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 主啊 你释放医治的大能 主啊 是的你的医治的大能 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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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你触摸 触摸 触摸每一个按手的部位 主啊 让你的医治的大能 主啊 进到他们的疾病的里面 主啊 是的主 你圣灵恩高 高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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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高末 高末 主啊 是的主 我们宣告 我们宣告 你是耶和华拉法的神 你是医治我们的神 主啊 因着你的鞭伤 我们已经得着痊愈了 主啊 你今天告诉我们说 照着你的信成就了 主啊 照着我们相信 我们是健康的 就要成就了 主我们赞美你 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